好 聽一共一個最新消息 臺北市長柯文哲才剛前往視察的南門市場 在下午傳出了攤商 其中部分攤商快篩陽性 所以幾日開始 南門市場連休四天來消毒 來聽聽看 臺北市副市長黃珊珊記者會上最新說法 那麼畫面上看到就是柯文哲 在週六才剛到南門市場 視察人潮分流的情況 那麼如今傳出 這其中的攤商有人快篩陽性 南門市場自治會表示 現在安全起見 所以連續四天都把市場停止營業 來進行消毒 這是我們收到的最新畫面